防诈骗公告却右上老师没有LINE群组也没有带进带出服务 只有脸书公开粉专与YouTube 请大家小心诈骗横行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4月11号的晚上 星期四晚上 台北现在应该是4月12号是吧 还是礼拜五了吧 礼拜五早上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题目呢 是叫转念 是这个题目我们提过好几次 我觉得最难的是 人生要快乐最难的是这件事情 碰到困难时的转念 但最重要的也是这件事 那我跟各位一样 一样在红尘中修炼 那说起来蛮有意思的 这个上礼拜呢 这个工作其实是蛮紧凑的 哇这个为了一个纽约的一个会议 那天飘雨 这个走在那个东西下提个行李 一大堆资料啊 那很久没有搭那个 那个类似地铁 他也不叫地铁 他是在进纽约之前 大部分都还是在地上 那那天大概搞了大概哇七个多小时 那到新泽西啊 我们叫哈里森 就是以前我住的地方 那个叫Pace Train 就是交通巴士 那个火车 那我的朋友来接我 那我突然想到说 就在附近 因为以前我住在那里 我就说那我们找个地方吃个饭 他说这里有好餐厅吗 我说这边以前有一家中国餐厅 那老板可能都应该 我认为应该不会在 结果那个餐厅还在 前面就到停车位 那我叫了 本来没有叫他以前最招牌的菜 那天这个朋友说 哇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找一个更高级的 我说不必要 我就是要找那个回忆 那个是穷流学生时代 我记得那个老板上海来的 就是用一个货柜 那个那时候的一个货柜屋 就开启餐厅了 然后一步一步的起来 那这个餐厅呢 还是他亲戚接手 那天我点了东坡肉 因为未来 这个东坡会是我们想跟各位聊的一个主轴 然后半开玩笑讲 你了解苏东坡 大概你的忧郁症好一半 你看懂了苏东坡 你最少好一半 那点了个 没有点最 昔日的那个招牌菜 点了个东坡肉 点了个三个菜 那一天呢 忙碌之后反而有点轻松 吃完饭呢 我那个朋友特别喜欢 有一家的冰激凌 我又多开了三十分钟去 那家冰激凌做得不错 有Hagados 有一点那样子 但是我还是觉得太甜 不过我那个朋友说 夏天的时候晚上十点打烊 九点五十几分 跟他大排长龙 特地买了两盒回来 那今天呢 我不知道各位啊 这个天气阴天气好坏 会不会影响你心情 昨天啊 因为现在下礼拜一是美国 报税截止日 四月十五 开始凡事很多 加上我说我在台东买了一个空间 那也是 哇 很多事情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有时候会想 真的是凡事 那个已经够凡了 我又给自己加一件这个合起来不是自己独立可以完成的 有时候但我想了一下 是不是因为最近这个凡事特别多 上个礼拜比这个礼拜还忙 那我上个礼拜还没有那么 那斗志还昂扬 我就在想到底是因为我斗志 有斗志 所以搞得很忙碌 还是因为很忙碌 我必须要有斗志 这已经是机身诞生期了 所以有些人都很看不懂我 那我说这是人生观跟价值观 你看待人生是用什么态度去看待 好 那我今天要讲的意思就是 像昨天就有点烦躁 那还好竟然睡 还睡睡早了 早上呢不太起来 不太想起来 一方面天气阴阴的 我就在想说天气会不会影响你心情 那我就开始在思考 我为什么会不快乐 今天为什么会不想起床 那就开始可以去找原因了 去诊断 事实上呢 有时候就是 我上次讲过了 找寻那个没有脚可以穿鞋子的 那慢慢就给自己稍微理清一些 最好是要积极的面对一下 那说实在因为事情最近碰到的事情有很多都是你努力都不好解决的 就是有时候是掌控在别的机构单位的速度 所以搞得有点烦躁 那最后还是强迫起来 然后忙碌一下之后 心情慢慢打开了 到下午的时候觉得又好多了 就又开始因为毕竟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就想那么多 就事情还是必须要做 那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那天我不是讲说在找寻没有脚穿鞋子的吗 那天发看了一个中国大陆的视频跳出来 那那个女孩子呢是没有手 双手都截肢了 因为小时候碰住了高压垫 那女孩子长得蛮漂亮的 然后她就训练自己呢 完全自杀了三次 她说她自杀了三次 她已经是云淡风轻了 妈妈呢就 很担心她 非常担心她 她最后脱离那个困境的时候 你下定决心 不要再妈妈 让妈妈担心 她可以用她的脚来穿针线 那真的是已经到 我那天也看到了 有一个真的是没脚穿鞋的 那就是四川啊 那个好像汶川是不是 就是四川省的那个什么 那上市的那个大地震 那下次如果找到那一段影片 也可以给她看一下 今天我们请小编找一下 我的视频节目结束的时候 看能不能跳出她的那个 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 我们刚才讲了 人生观价值观 刚开始美国的时候 因为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在追求啊 银行的存款数字 因为觉得她 好像仿佛是代表 所有的幸福 慢慢你才会发现 很多东西不是 所以物质的生活 其实到了一个阶段 温饱之后 很多东西其实 很多人生的财富 像我看那个 是汶川吗 汶川大地震吗 是那个 那个小 那个女孩子 好像 好像她当时这个 连男朋友都离开她了 就 就 因为觉得要照顾 所以很多东西里头 这患难见真情 所以人性中 你会慢慢的见证 这一路走来 你会见证人性 会见证人间的温暖 还会见证人性的险恶 哇 这个都是 我那天也是一样 下了车 我那朋友接我的时候 他说 哇 你今天的经历 过一阵子 如果你把它写成书 也应该是又多了一个 精彩的内容 一张 对啊 那样的经历 不是一般人会有 碰棄会碰到 那我们碰到的时候 哇 这个东西我也花了 快三四年 最近才稍微调整出来 那我觉得哇 所以这个红尘中修炼 不知不觉 我已经修炼了四年了 但都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办法可以成佛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 可以动物啊 所以看起来 它不是瞬间的 这很有意思啊 这慢慢你会 如果再谈下去 可能就会有 各种不同宗教的 这个信仰里头 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跟态度 那就可能又要宗教观了 宗教史观啊 那我要讲这个东西里头 就是从今天早上 心情有点暗 到了中午下午的时候 一开始转 那我就在想 就是说还是一样 就是那个转练 那个女孩子也是转练 从她下定决心 自杀三次没有成功之后 她决定下定决心 不知道妈妈为她担心 这辈子为她担心的时候 她就整个脱胎换骨 哇 你可以看 给自己练到 所有的打理 生活的打理全靠她自己 她就把自己双脚 甚至练到那个脚 要能够把一根树枝 这样啪哒 大拇指跟另外一个东西 要一个折断的力道 那么一个清秀的女孩子 要练到那样子 所以她也算是我们在找寻 这个没有脚穿鞋子的人 那我一直觉得 你每天看书 看这些东西 一定要落实生活 你懂得大道理 但是不能让自己 就会讲 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快乐 你不能快乐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你不快乐 是不是有些东西你要放掉 或者你要用一种面对 不同的心境心情去看 所以我觉得 这人生也很有意思 你看我2014年 2015年开始写理财的书 写了那么多 接触那么多个案之后 慢慢的你会发现 财务自由容易达到 但是很多人在这里 要虚晃了二三十年 我也算是 但没有可能没有那么久 花掉很多时间 所以接下来是身体健康的 健康的自由怎么获得 你不要看 那天就有这个好送 我一天理财的报答就跳出来 他说你会让你的 他去吃两种食物 哪一个对升糖指数 对各种里头 对身体的影响会更能 一个是酒精 一个是果糖 他认为哪一个 对身体的影响破坏度大 他就讲 你会 你会喂你儿子啤酒吗 不会 但是你会给他果糖 那果糖的升糖指数 对身体的 那个影响度那更大 酒精里头的那个 转换还没那么高 那这个东西里头就是 那这也是一个 好像是宋宴人 是不是 我宋宴的医师 好像举了一个东西里头 所以这个东西里头 大家也可能忽略掉 对果糖无处不在的 那个忽略掉程度 那我有时候也蛮 会吃甜食 但是我会要控制 我一天的糖分的 那个东西里头 那接下来就心灵 心灵不治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议题 未来如果有机会 我希望在这个地方 从以前的理财教育 慢慢竟然走到了 这个心灵上的一个财富的 一个看待事情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 毕竟人生哲学会指导投资哲学 投资哲学会指导投资策略 投资策略会规划投资工具 所以投资策略上面 投资哲学的上面那一个 是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里头 也是来来回回 碰到困难很多东西去 去那个 那人生的价值观 跟这个生命观 跟这个金钱观 这都是构成人生哲学的一个部分 那对了 所以我在讲说 希望今天 我希望如果你有机会 听完我讲完 跳进那个 看看那个女孩子 那有时候也是给你一个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是尽量 不快乐的时候就想 这个 那个没有脚穿鞋子的 最近的案例是什么 跟他对比一下 就觉得说 自己好像 有时候 给自己有一点是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找之 不能说本无事 天下一大堆烦事 但是庸人 没有找到更烦的事 所以以为自己 碰到的是最烦的事 那我也有时候会问自己 像台东 我最近在处理 花了很多时间 那个东西 那个空间 那我就在想 那个空间 如果我不买下来 会不会后悔 坦白讲 也会后悔 那买下来呢 要处理它 也很头痛 所以一个是后悔 一个头痛 那希望能够 慢慢的是 轻舟已过万从山 就像那个女孩子一样 你看自杀三次 或就自 之后她就是开始那个 而且她现在的 可以坦然面对 当大家觉得 有点不舍的时候 她已经可以 消遣自己 甚至可以 给自己 甚至可以用 很轻松的心情 看待别人 那就是一个 真的是 走过那个阴影 所以我想 你可能跟我一样 这个 可能也是 头痛痴 目前还没有摆脱掉 但是我说过了 这个源头 没有人能够 给你一个什么 瞬间的东西 来点醒你 但是我还是讲的 就是 很多人的问题 比你这个头痛 真的 那你看到那些问题的时候 就会发现 哇 他们怎么走过来的 无形中 竟然是别人的痛苦 别人比你更大的痛苦 让你 稍微减轻一点 所以转练 那你必须要学习 不管你看了多少理论 或者有什么东西里头 那我最近好像分享的都是 对了 最后 所以我还是告诉各位了 我也在学习 一直不停的 能够找到一个 总是要一个理由嘛 你这个 这个没有必要 这个 这个已经碰到困难事 你给自己惩罚 是不是这个 好像是 正言法 是不是有一句话 是吧 就是不要拿别人犯的错误 你还为他生气 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那生活中本来就有一些 头痛的事 讨厌的事 所以你说难过一下 一定要有的 像我 你说碰到什么事情 都那个随心所欲 然后不会生气 那你也太老真入定 那你也 那你也不是那个年纪 跟那个 那个火候啊 那样子也太那个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碰到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 有那个能力来调节 就是叫 没有 不会 不会完全没有免疫系统的能力 免疫系统出问题 就是你完全无法对抗 外来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这个病菌啊 或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 给自己还是培养一点 这样的一个弹性 那这这够免 这不容易 这个我也讲的东西 讲起来好像是 云淡风轻啊 那不容易 但是看那个女孩子 你就会看她真的是走出来 我希望真的能够 小编找到我们那个影片 好了最后要讲的是 上次好像跟大家讲说 分享了 不知道是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 我听了也看了也有点那个 就觉得是 这个视频 你知道我们礼拜一的视频 由礼拜一的视频 每个周二 第二周第四周开始停掉 然后停掉了 那个宣布的那一周 我看见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 那我是不要停 我看还有五十几个 还是七十几个在复合 都按赞都同意 那我都在想 这四年当中 你们是不是都是英文讲的 就视为理所当然 好像每一天的视频 每一天都是 每一个周的视频 然后理所当然时间到 他就要播放给你听 别人就要找到资料 来分析给你听 我就在想 那你们跟我的互动够不够 比如说我那天介绍了 四个不同的音乐 两个钢琴的 一个是 皇家管弦乐 一个是谁啊 周深跟那个 玉可威唱的歌 我就说你们会比较喜欢什么 也没有人反应 哎 就跟你们在互动 我们这个 礼拜五的族群 有些是音乐高手 还有钢琴博士 我们的学员里头 那只是 只是他可能不好意思来烦我 或者他觉得 哎 这个东西已经听了 但一般人 大家都 大家都 确于表达感情 作者跟读者 作者不知道读者在想什么 有时候也挺讨厌的 那个共鸣 那不如我花一些时间 去找一个 真正能够音乐爱好者 不必花那么多时间 跟你们沟通 对吧 所以啊 各位都不懂得回馈 不懂得去那个 都是一个很可惜 比如我想 哎 知道你们对音乐 有哪一个喜欢 或什么 没什么反应 好像是 这个就很可惜 这就是YouTube 可能 没有办法像实体会 或者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大家听听 搞不好有些人 也没有进去听音乐 所以啊 看起来我们礼拜五的视频 应该也要找个时间 减少次数或下降 花时间给 对音乐弹琴 不如找 找几个可以互动的人 可能这个更有乐趣 所以为什么说知音难寻 好吧 基本上 我只是分享了一下 就是 今天啊 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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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早上 下次 碰到这个情形的时候 我可能看看 能不能速度快一点 我举一个例子 呃 但 很快的讲一下 每次股灾来的时候啊 啊 那个东西 你也真的是 都觉得说 自己可不可以优雅一点 面对这个股灾 啊 当下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那有时候股灾来两三年 但我知道它一定时间会过去 最近 我利用了一个东西 看了一下 诶 有些人真的已经过脱离了 不是全部人都脱离了 但很多人已经脱离 开始又往新的方向走 那时候就在想 啊 这当中的难过 不是白白难过了 对啊 能不能一开始早一点的时候 那个 面对灾难的优雅 心情可以展现出来 好像也很难 所以啊 这是 这个红尘修炼 真不容易 好吧 讲了半天 不容易归不容易 大家还是尽量努力吧 希望你不快乐的时候 想一想什么原因 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丢掉 或什么地方可以换个角度 大概就先这样 如果慢慢你觉得 诶 这个调节的速度 或调节的时间 开始可以转换那个 那你就在进步 好吧 希望我们一起进步 一起分享 这个有一些 这个比较正面 或者可以让自己 比较快乐的想法 好吧 所以我刚才讲了 那个空间不买会后悔 那买了呢 会头痛 那就像是人家讲 这个小心肝 不喝酒 伤心 喝了伤肝 所以你必须要选择一个 好吧 那我就慢慢要选择一个 就是来处理问题的态度 或者给自己 宽裕一点 或者某一些时候放掉 累了 休息 不要去想到 休息 那好吧 希望你也能够 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分享 也那个 记得下次 勇于表达你的情感 不要问了一个音乐 没有人反应 问了一件事情 也没有人反应 那久了九十 哪一天就宣布说 对不起 我们礼拜五视频 也不播了 因为没有乐趣 好吧 好吧 那就给大家做一个 就是说 不管什么时间 不要视为理所当然 它一定会存在 没有的 我经常现在参加很多东西 设置 我说那天去找那个餐厅也是一样 我说万一这个老板还在 打个招呼 三十几年了 没有 快三十年 那他不在 那也知道他 经营得不错 我觉得也蛮好 所以我那个朋友说要找高级 我说不是高级 我要找回忆 而那个是生命中走过的事情 好吧 希望这样子 那就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 周末的一个充分休息 美东今天飘雨 开始在一个春夏转接 那 希望 这个 这个我能够 星期以后能够不受天气的影响 那就那就进步了 还要段距离 好一起努力 再见 晚安 这个会员的视频介绍时间 那为什么要开办这个会员的视频的会员呢 目前我们并没有锁评到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会员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有两次的视频 但是随着较多的会员的管理 我们的我的看法 所以我们现在有五个等级会员 所以每一个等级的会员都可以有两次 大概可以有两次 我对发表我对市场的看法 那除了这个以外 讯号太多其实本来不是真正的讯号 我们要讲的都是我们认为有变化 或者虽然没有变化也比较确定 有时候一年都不见得有一个需要大变动的讯号 但是接下来有时候会有特殊状 我就发表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市场的看法 做一个提醒 那像这种特别的部分呢 你可能就是第一期的会员可能就不能收看 所以原则上是要阿甘以上的这个会员才能够愿 才能够收看这种特别的这个报道 接下来的部分呢 我一直要求我们的小编 这个好好把我们的这个会员 当作是一个大家庭的会员来照顾 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 未来慢慢能够增加一些会员的福利 一年有一次大型的论坛 就是那这虽然是要门票 但是我们也给会员有抽加有 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参加会员一定有机会 能够得到大论 主要是在论坛 为什么说现场当中 因为有些的盲点 可能必须在现场 不管是别人的问题 或你的提问里头 比较容易解决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你能参加会员 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投资上做决策 接下来越多的一直在增加 包括以后有不错的美食 或者美景 会有更多的享受 或更多的优惠 我也希望能够提供给会员 所以欢迎你 我们做这样的一次的一个宣告 也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谢谢你